接下來的重點叫做封面 封面就是左邊一個氣團 右邊一個氣團 兩個氣團撞在一起 那個交界面就叫做封面 就好像是兩軍交鋒 兩個正在打仗一樣 所以把它叫做封面 這個封面聚集的地方 當然是會有厚度的 那面在視覺上是沒有厚度 不過左邊先攻你 右邊先攻你 中間就只有一點點 你當作沒有厚度一樣 然後呢 你就知道封面的前面跟後面 是兩團不一樣的空氣對不對 所以它的溫度會不一樣 濕度會不一樣 風向會不一樣 風向不一樣 風速也會不一樣 就發生一些變化 所以兩個氣團撞在一起 就會形成所謂的封面 封面總共有四種 暖風、冷風、自由風跟求固風 暖風、冷風、自由風跟求固風 求固風、國中不交 國中只交前三個 而台灣只看得見兩個 台灣只看得見冷風跟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所以考試也是考 冷風、自由風多一點 當然暖風也可能會考 這張圖 上面是一個氣團 下面是一個氣團 兩個氣團撞在就在打架 打架就開始旋轉 就形成一個漩渦 就有個低氣壓 所以我們小時候 氣團局很喜歡爆 有一個封面 從低氣壓中心向西南延伸 向西南延伸 然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封面 這裡就是另外一個封面 那麼台灣在這裡 所以因為緯度的關係 所以台灣只看得見誰 冷風 沒有暖風 還有滋留風 沒有求顧風 如果你是小日本 你是小日本 你是日本人 你四個方便就看得到 你四種 我們北邊你的地方 什麼山東半島 韓國啊 日本啊 你就有可能 四個方便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那台灣因為緯度 在緯度比較低 在這個地方的關係 所以我只有 我只有那個 冷風跟滋留風 冷風跟滋留風 所以台灣只看得見 冷風跟滋留風 那麼風面有分四種 第一種叫做暖風 暖風就是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符號上是一個紅色的半圓形 來表示 考卷沒有紅色 考卷就是黑白的 所以就是半圓形 那個半圓形 圓圓的位置就顯示前進方向 我們北半球通常是下面南方比較溫暖 上面北方比較寒冷 所以從下面推到上面 所以半圓先在上方 朝上走 代表是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叫做暖風 一個紅色的半圓形來表示 我是暖風 暖將軍獲勝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那麼 這個 暖風推過來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的時候 暖空氣因為 密度可以往上爬 往上爬 就會凝結成雨 有雲就會下雨 暖風的雲叫做 暖風的雨叫做 所謂的 風前雨 風面來臨前下雨 下的綿綿細雨像這個 這張圖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是暖空氣 這裡是冷空氣 所以這裡是暖風 打斜心的地方就代表雲雨區 細分的話有分雲區跟雨區 我們沒有細分就是雲雨區 你發現 我們的暖風往前走 我們的暖風往前走 在來之前就在下雨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封面來臨前在下雨 它是一個沉狀雲 會下綿綿細雨 下面是細雨 像這樣 左邊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所以在地面上形成暖風 暖空氣比較小 所以往上爬 往上爬就形成了雲 所以就會開始下雨 那麼這個地方是 這邊是 這裡是所謂的暖風 往這裡走 所以它在來臨之前就在下雨了 所以它叫做風前雨 這通常是一個沉狀雲 會下綿綿細雨 會這樣沉狀雲會下綿綿細雨 所以暖風會下雨 封面來臨前下雨 叫做風前雨 叫做風前雨 這個是靜止的也是一樣 倒數你暖空氣推向冷空氣 暖空氣往上爬 形成成狀雲 然後下綿綿細雨 在底下的封面來之前就在下 所以叫做風前雨 叫風前雨 賴黃酸師也考過風前雨跟風後雨 好 這就是有關於暖風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沒有